第十六题 甲乙丙三人分别用不同长度的光滑斜面 沿斜面方向施力将同一物体 等速度由斜面底部拉至斜面顶端 三人所使用的斜面长度高度如右表 则何者施力为最大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是我们用背的公式来解题 我们的公式我们知道所谓的下滑分力 也就是说施力者最少要所施的力量呢 是高长比成瘾物重 所以甲要施的力呢是一百二十分之四十 然后去乘以物重 然后乙要施的力呢是一百分之四十呢去乘以物重 饼要施的力呢是八十分之四十呢乘以物重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饼的势力要最大 或者是我们用想的 我们今天要上市呢斜面高度是一样 所以长度如果越长这个斜面就越平 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提到过 这斜面如果越平它就会越省力 所以呢我们可以晓得 我们第十二题的答案呢要选的是C饼 它问我们说何者所需要施的力量最大 我们答案选C饼 饼所需要的施的力呢是最大的 我们下注询了 gallosa评论币的力量最大